各位好,吃了没?今天7月26号,我是五月散人 今天咱聊的事儿呢,就是这个媒体,境外反华媒体 为什么聊这个,大家都也知道,您看,这不是这个郑州,是吧 某境外反华媒体呢,去采访去 这肯定是抹黑我大郑州的这个抗洪救灾的工作 表现出当地的这政府组织不力,这一定是要去围攻的,对吧 第一呢,你是抹黑,我不能让你这个干成这件事儿 第二呢,哪怕是,是吧,我这块有什么问题 咱呢,也是家丑不可外扬,这个狗不咸家贫,就这一路数 我觉得做得好,做得非常好 这个境外媒体包藏祸心,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从哪一开始,这个我国政府就对这境外媒体呢,进行严格的管理 一直呢,管到现在,做得特别好 比如说吧,这个当年啊,这个我很不幸,是在这个英文媒体工作 但是呢,咱这英文媒体,我是根红苗正的是这个,是国内的英文媒体 跟那个境外的媒体是不一样的 咱,咱们是那个做出来,外宣是给别人看的,是吧 我为党国是留过学,我为党国立过功,这个做英文媒体 然后呢,这个,但是你做英文媒体有一个坏处在哪呢 就是你认识这帮人呢,媒体资源呢,就有很大一部分 就是这个境外的这帮媒体啊,BBC啊,CNN啊,什么这个近日美国呀 或者诸如此类的这种,这种媒体的一些记者啊,华尔街日报啊 什么这都,咱都看见过,是吧 这个来北京也不少啊,就平时呢,也吃个饭 您比如说这管理吧,就对这帮那个包藏货心的啊 这帮人,这帮媒体,境外反华媒体,包藏货心的这帮人怎么管理呢 原来啊,是这样,你比如说吧,这个美国之音 有一回啊,我去美国之音的记者,首席记者来这儿吃饭了 对吧,我们去哪吃饭呢 这个,六四四大黑手之一,戴晴老师 在那个石井山,就北京很远很远,郊区的郊区了 然后呢,有那么一个小房子,在那种地 然后呢,去那儿,有一天请我们吃饭去 去那看看,这根黄瓜西红柿是什么的 这个,碰上这个,美国之音这记者了 我说,戴老师就问他说,哎,你怎么就来了 你出四环,应该去那个宣传部门去报备啊 然后,那哥们就乐了说,哎呀,这个采访报备嘛 对吧,你这出门吃个饭,你哪次都报备 这不合这个懒得跟他说 那会儿啊,中国没那么多那个天眼啊 什么这些东西的镜头 你老人家出了,出去就出去了 哎,现在呢,我估摸着要让他不出三环 他也出不去,想赌你就分分钟的赌 所以呢,这个,我国政府呢 一直以来啊,对这个境外反华势力,以及他们这个走狗啊 这些反华媒体,都是有极高的紧急性的 一直呢,就是,让你采访啊,有可能让你采 也有可能让你不采,尽量不让你采 给你圈在一地儿,这是一种模式 还有一个呢,就是,一般来讲 就是,你比如说这个,这帮这个反华媒体吧 对吧,你这派出中国了吗 你得有这个,你得有这个叫什么 你当地得有人啊,咱得这么说,对不对 中国人又不是说英文不好 中国人从小读英文,很多人英文不错的 然后呢,但是呢,你当地你雇佣这人呢 是没有媒体资格的 你不能采访 所以呢,就是尽快这帮反华势力们呢 就只能够以朱里的名义 来雇佣当地的,经过媒体训练的人 然后呢,来进行一些工作 我有好几个朋友 比如说什么,我记得有一个在澳大利亚人报吧 什么的,就,乐不加 不是病啊,那个,我没得那个新冠 我打完疫苗了 这个,他就是,你一直呢,做着记者的工作 但是呢,没有办法去署名 因为你没有这个记者资格 没有记者资格 所以呢,这个,那就是这种障碍吧 就是一直呢,就层层叠叠的 就在这个各个驻中、驻华的 这个媒体脚下给你扮上了 你看,就这即使如此 即使如此 各种各样的这个访华的新闻 依然是源源不断,抹黑中国 这个呢,也必须得说呢 这个各类的这种外国媒体呢 也真是下了不少的功夫 这么费劲 也依然能够发出报道 其实呢,作为,怎么说呢 作为同样是新闻人出身的本人而言 也是相当敬佩的 相当敬佩的 只要是各我,我估摸着 我估计就犯懒了 或者是危险性有点大 危险性有点大 咱不能跟胡总编他们那种去 去过那个战场的人比吗 战地记者比吗 对吧 虽然胡总编那个战地记者的生涯 扫了个边 那也算是战场 是吧 这个咱们必须得说清楚 咱做不到这件事情 那中国媒体这个报道啊 就是怎么说呢 原来啊 这,您也都知道 有个南方系 对吧 南方系呢 后来呢 一再被整肃 南方系这被整肃 特别有趣 怎么整肃呢 就是 开始啊 是换头 这头不行呢 就先把这头啊 给抓了 报孙志刚案子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 成义忠他们给抓了 换头 结果没想到换头啊 这个一个媒体啊 他即使他 你想 你想 你想弄死他 是 得费点功夫 为什么呢 是因为 他后边一堆的这个理念支撑呢 他凑了一帮啊 特别牛逼的媒体人 然后呢 你只换了头 没用 没有特别大的用处 他一直办法改不了 换了好几件头 才把南方 南方报 南方周末啊 南方都市报啊 整个打散 嗯 从此呢 就把个新京报给收编了嘛 新京报是怎么来的 新京报是当时 这个南方报业 想往北方挺进 哎 在北京呢 办了一个新京报 就是 延续的是什么呢 延续当年在那个 呃 应该是晚清民国时代的那个京报 想延续那个传统 再办一张新京报 哎 就 投了多少钱 投了1.8个亿 做了这么一个报纸 后来呢 被 呃 好像是被光明日报托管了 然后那个 收归了北京市委宣传部啊 就是说 南方报业的这个 这个投入呢 我不知道他正没挣回来 反正1.8个亿肯定不够 呃 估计后来又有投资吧 这个 应该是 没太挣回来 我记 我觉得应该是没挣回来 当然是人家财务的事 咱就不管了 然后呢 这个中国的 呈建制的 具备 基本新闻素质的 几家媒体 呃 基本就都被打了 就 就没了 那问题 为什么就是说 就是现在一出事 对吧 一个呢 是因为啊 网络这新闻 确实有些发达了 二一个呢 你会发现 没有调查记者了 这些人都跑哪去了呢 我原来那个 我一看 就是所谓南方系这帮人呢 经常呢 不是跑到这个 呃 大厂里 当这个公关 或者是推广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工作 哎 就是自己去干别的创业去了 呃 也有当 也有当律师的 对吧 也有那个做生意的 你先 人家老说 我是南方系 实际上我 我不是 我只在那开砖栏嘛 对吧 就我这样的做生意去了 不跟他较之劲了 你因为 你 你真采访啊 是吧 你采访你也采不出来 原来 原来我们啊 采访的时候啊 是 经常被围追堵截 这我们是 这我们都已经习惯了 对吧 我们特习惯 有一回我去 我去那个天津 采访一事 被天津当地的 当地有关部门 开车追 一直追到北京街 那会儿 哥们这车开得好 真的 我的车也不错 小车跑得贼快 苏着苏着都跑到北京街了 终究把这个报道发出来了 那会儿啊 是这样 就是说呢 我是 就是我们做这行啊 多少啊 有点理想主义 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认为啊 就是如果公众有知情权 这个知情权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利 就比如说吧 就是有过一个研究 说这个有媒 就是信息啊 能够自由流动的地方 没有发生过饥荒 这个东西 就是他经过这个研究 这是您别跟我争 对吧 您别跟我争 这个您 您去查论文去 好吧 这已经人家的研究 就是这样的 那 但是 这个东西 不被很多人认可 他认为信息自由流动啊 是 是有问题的 可是实际上 我们传媒理论就说呢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 不平等 就是信息的不平等 您 其实我给您解释 您就知道了 您比如说吧 您做生意 什么是生意 生意这件事情 就是利用信息差 很多时候就是利用信息差 你才能够有中间人利润 那全抹平了 对吧 全抹平了 这生意呢 能做 但是呢 就是 它就是那个利润呢 就没那么高了 这 我们可以把这个高额利润呢 视作 视作这种信息差 所带来的东西 就是不让你知道 我卖多少钱呢 都行 您比如说 原来吧 没有淘宝的时候 没有比价的时候 这一个东西在哪卖 不一样的价格 但是有淘宝一比价 您肯定就大家都知道了 哎 这东西 你这卖 你这卖五块钱 他那卖三块钱 为什么呀 对吧 你这又有比价了吗 你把这信息的宏高位填平 高额一出的 高额一出的那部分利润就没有 高额一出这部分利润是什么呢 这就是很多 无论是政府还是机构 控制社会的手段 这个就是你高额一出的利润 您理解这事了吧 哎 那为什么说很多政府不喜欢 那个记者啊 和这个信息的平等 就是因为一旦说 信息完全透明了 公开透明了 这个高额的这部分 一出的利润 他就拿不到了 他不是一定是钱 他是一个社会管控 他就拿不到了 所以呢 这个媒体这边呢 就会就就一直在对抗 对抗政府的管控 信息管控 这个呢 不光是这个中国媒体人 就是中国的媒体人 有这个心态 美国也一样 影响那个水门事件 什么的这些东西 那怎么来的 不就是这个记者啊 编辑啊 对抗这种政府的这种信息差嘛 他不告诉你啊 对吧 我挖出来 哎 然后呢 我报道了 这不就 这不就是事了吗 对不对 所以呢 那 所有的政府 全都不喜欢 这个媒体 全都不喜欢媒体 我这么跟您说一句话 所有的政府都不喜欢媒体 那只不过呢 就是说 有些都 有些可以呢 让你自己的不喜欢 上升到各种各样的法律手段来 或者下边的一些手段 有些呢 就是做不到 做不到 他所以呢 他怕媒体 跟媒体合作啊 什么的这些东西 他是有这种 有这种怕的因素在里边的 怕你胡说八道 对吧 所以呢 你现在 你至于你说 这些媒体 他是好心还是坏心 他就是想黑你怎么样 这个主 这个我这么跟您解释一下 就是说 现在呢 您可能是觉得说 这个好多国内的朋友 就是说 你们这个境外媒体包藏火心 天天黑我们 这实际上而言啊 您 没在国外生活过 时间长啊 您不太理解 这媒体是干嘛的 媒体啊 媒体不是抱喜鸟 媒体不是喜鹊 那是乌鸦 他呀 不会盯着你好的地方去抱去 是吧 我今天宣传一个美国伟大成就 明天我宣传一个法国的又什么玩意儿 这个东西这不是媒体的职责 好多人就是 因为你中国从来就没有真真正正意义上的媒体 所以呢 现在你不习惯于说一张报纸 你打开以后没一句说你好话的 你在国外生活时间长了 你特习惯这事儿 一打开这玩意儿 不是骂这就是骂那 对吧 有时候难得给政府说句好听的呢 也各种各样的那个音样怪气 你习惯了吗 对吧 你习惯这种事就好了 然后呢 这个可能很多人就不理解了吧 对吧 哎 这不是事儿 这不是事儿 如果您要是说您非得说让境外媒体跟着您一样一起啊 把这个所有的这些呃 你你的这个光辉形象向全世界传播 那个人家就不叫境外媒体了 哎 那是您大外宣 你人家不干那事儿 他呢 是一个真正的媒体 至于您说他是不是抱着有色眼镜或者什么呃 阴间滤镜去去做事或者怎么样 这些东西是可以商榷的 对吧 有些是他确实是有这个有这毛病 哎 看什么 他不光是看你不顺眼 他看美国人更不顺眼 他抱美国那东西的时候 你看看那角度拍的 对吧 我能给你找 你找出他拍你中国一条这种阴间滤镜的 我能找出一百条来 他拍美国 那都是18层以下的地域 他那个他那镜头用的 这特别特别正常 这媒体干这个了吗 对不对 他如果给你都说好听的 那不就成人民日报了吗 是吧 所以呢 就是这些东西 你看不惯 没办法 因为你中国民众没有受过这个媒体的训 就是这么多年媒体这个训练 让你习惯于 哎 这个各种的这种负面报道 各种的阴间滤镜 一句好听的没有 没习惯 他见他见过的所有媒体 全是村头的喇叭 全是播放东方红的 哎 要不就是新闻联播 他认为那东西叫媒体 那东西不叫媒体 那东西不叫媒体 那东西 那叫宣传 所以呢 就是 这事儿吧 出来呢 我也觉得挺好 挺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习惯 对吧 你愿意说呢 让祖国的这个良好形象不会暴露 然后呢 你舍身 舍身卫国 是吧 然后把这个围堵这个境外反华势力 挺好 我觉得 我觉得挺好 也让世界看了看 我们中国人 众志成城 抗击洪水 抗击天灾 不在乎人祸的这种精神 好吧 行 这个 这叫什么呢 有什么样的政府 就有什么样的民众 有什么样的民众 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SM这件事情啊 从来不是单向的 它呀 是一双向选择 这不就 碰上了吗 对吧 不虐你虐谁啊 是不是 正常 挺好 感谢观看